这个撑的也算是挺大的 先把它这个沙给挖掉 要不然盐打不进去它不出来 老撑的 能看清楚吧 发黑的都是老撑的 出来吧 尝不尝这个 哇塞 这个可以 壳都发黑了 这种白点就是没有一两年的沉淀 它是出不来的 这个也没有水 屁股也不出来了 行带走了 怼上了 撞山了 来直接出来了 我就不愿意拿你了 土掉了 我拿一下吧 嗯 再来下来 就一下 行 一下也行 这个小鼻子一如既往的掰掉 哇 这莫眼罗皮肤不好的 一下天都没把你晒黑 来吧 这个水分可以 像这样的水边上 退潮之后就有这种模样 下来转了就能发现 这个海葵 晒了将近 换下潮水的两个多小时 哎 哎 说了 还没有 哇塞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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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 哎呦 断了 完了完了完了断了 底下没弄下来啊 这个海葵大哟 这是一个大萝卜葵啊 给它放放水吧 哎 哇 哇太过瘾了 这个海葵缩完了 还有这么大 还有没有水 没有了 干了 太漂亮了 行 收了 这是个冒眼罗 看它还没有卧下去呢 应该这边沙比较硬 底下 看见没有 都出黑泥了 你给我出来吧 这个肉 挺大呀 哇 啊 手机都碰满了 这一个冒眼罗 身上蕴堂的水空是真不少啊 我估计它要是长腿的话 都能上沙漠上旅游一趟 行 先带走啊 哦 嘿嘿 这个巴掌鱼是四栋九端啊 这一个破屏口 它都能过来进去 太厉害了 来吧 个头不太大 上来吧 能不能测个水 哎 感觉特别爽滑 行 两个都带着吧 这还来个乌龟哦 哎 怎么还空壳了 哇 天呐 这个肉还在上面啊 头呢 尾巴呢 而且这边是头哈 这边是尾巴 怎么都没有了 这是不是被那个小鱼 全都给吃了 或者那些小螃蟹 看 从这头能忘到那头了 这个乌龟可挺漂亮 可惜呢 这应该是这两天 一直你看这个水都红了 说明这里边有那个淡水成分 一直下雨 从上面码头上躺下来的淡水 躺出来的乌龟啊 喝了海水以后 直接的被枪死了 行我把它回家晒一下 可我就留下了 这个肉不知道怎么弄下来 有懂的告诉我一声 带上了 来 出来吧 早就发现你了 躺你也躺不住啊 这些活力太好了 看见没有 上去就要打我 钳子他都不放我 嗯 这就死掉了 我还以为是个活的呢 我还要让你咬下铲子呢 不要了 这玩意不好玩了 这应该是在这边晒时间长了 就扒开吧 哇 这个肉挺大啊 这是它的舌头 下面就没有东西了 这叫毛隔 味道特别好吃的那种 这你这大脑骨装这个口呢 你这也不成色啊 光咳后啥用啊 你把里面塞得脱皮了 这个就不要了 为那个小鱼小虾 算了 走了